今天是2022年12月8日星期四 娱乐圈开始集体营业了 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元宇宙世界杯音乐盛典 该盛典原定于12月10日本周六播出 不过目前有了新的变化 米姑会把世界杯音乐盛典拆成了两场 一场是12月14日下周三 另外一场是12月16日下周五 其中周生是被安排在了12月14日下周三的晚上七点半 同时还有李玉春、极客军毅、邓紫棋、刘更宏等 顶流新声代为主的歌手 值得大家期待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票的朋友们可能要延后收看了 不过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时光音乐会第二季本周五 也就是明天晚上七点半就要开播了 目前全网在于时光音乐会相关的全部信息中 周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被提及评词最高的词语 也就是全网讨论度最高的艺人 恭喜 接下来大家也不要忘记周生的另外一场活动 迪斯尼动画电影江江华奇遇之夜 这场活动也是从12月3日改到了12月10日本周六晚上8点 而周生同样也是 全网关于迪斯尼动画电影江江华话题中 被提及评词最多的艺人 期待周生的新舞台 视频的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榜单 周生的新歌《焰火》时隔一周之后 再次在QQ音乐MV巅峰榜 总榜和内地榜的时时榜中领跑 期待这首歌曲能够再次获得冠军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在腾讯音乐有你榜的时时榜中 周生的歌曲霸占了时时榜的前四位 分别是第一名的《焰火》 第二名的《花开忘忧》 第三名的《鱼琴》 以及第四名的《奇遇乐章》 周生的歌曲又要发力了 喜欢这些歌曲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继续助力 也期待在下一期的《游泳榜榜》中 周生的歌曲能够群体获得好成绩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健康星